儿童插画会本内出现美化中共防疫的内容 里头出现共军和中共军机 还有中国城市建筑写的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等字样 有家长觉得内容不投向明代陈情之后 包括台南台北等市立图书馆已经将书籍下架 我们现在发现的是因为有家长去借了这一本童书 到了图书馆去借了这一本童书之后 或是在我们这个一般的我们的出版单位 去看到这一本书 发现说哇怎么这么恐怖 什么叫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才跟民意代表来陈情跟议员来陈情 可是陈情完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台湾有言论自由 有出版自由 但是台湾的言论跟出版自由 绝对不能沦为中国统战的武器 立委陈廷飞进一步表示 出版这一本书籍的中国长江儿童出版集团 是中共针对控制青少年思想工作的 红毒计划战略合作出版社 有心中共洗脑七年的红毒计划入侵台湾 而文化部表示 获得授权出版该书籍的台湾出版社 并没有依法申请 将要求业者说明 但是依照两岸关系条例 对于大陆出版品来台 我们是定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所以这个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带爸爸回家 我们经我们查证 我们文化部并没有收到相关的申请 所以我们也会发函请业者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在后面的话 我们会会同陆委会来做处理 该会本虽然未经申请出版 却出现在公立图书馆还有网络书店 立委表示 出版社没有易规定申请 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可以处四到二十万 并没入出版品 另外也要求教育部等主管机关 应该主动了解台湾学校与图书馆 还有没有类似的红色书籍入侵 新唐人士林玉唐流自营台湾的报导